那天他們跑來跟我們送公文 然後他跟鐵工局對外面講的是說 我們是違章建築 可是我們並不是違章建築 當初老人家蓋的時候 是有盛請合法的建築執照 所以我今天把影印本帶過來了 我們並不是違章建築 而且他們對外面說的說 我們那個是廢棄屋 我們是被他們趕走的 不然那本來不是這樣子 而且也不是廢棄屋 那是兩個老人家 他們是連一起去辦理 把他留給下一代的 他們兄弟兩個是一起講好的 所以才一起去辦理的 他們希望的就是一代一代留下來 那個是兒子爸爸 還有爺爺 還有真主婦 至少我知道經歷了 四代留下來的 而不是對他們對外面講的 而且我們都有交水電費 我們並不是沒有沒交水電費被斷水斷電 我們一直以來都有交水電費 然後他們對外面講的都不是講這樣子 然後他們還跟外面說 我們是要第一副要先強拆的房子 我們沒有寫同意書 而且我們沒有領補償金 然後已經要宣判了 他就是要從我們第一副開始來強拆這樣子 然後這兩天他們也一直派人來我們家安門鈴 然後一直來騷擾 然後一直來騷擾 騷擾我先生跟他堂檢 讓我們覺得很恐懼 其實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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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